現在一定罵 受共罰 准得更新保老地 他騙了我們好幾個月 就職剛剛交接 就把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拋出腦厚 讓台灣未來陷入一個 不穩定 不安定的一個狀態 不能遭到兵凶站圍的邊緣 再要挽留 未來不及 新政委 將秉持四個堅持 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從整個就職演說 可以看到 賴總統沒有改變他 一路走來的本質 我希望中國正是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尊重台灣人民的選擇 他說他要走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那蔡總統是在憲法架構下 稱呼北京當局 稱呼對岸 但是賴總統不但改了國名 跟中國大陸一種對抗的態勢 那恐怕呢 整個股市可以看到 聽到這句話 大概就是大家心驚驚 撞兄兄 我會積極打擊黑金槍毒和詐騙 他口口聲聲說要對付黑金槍毒詐騙 但是他少了一個官商勾結 我們五大改革就是要破除官商勾結 治國以小心行喘 不乘風破浪 昨天的演說已經過去了 國際整個都看在眼裡 現在兩岸恐怕未來會有一波的動盪 但是我們期待清德兄能夠懸崖的馬 中文字幕提供